晚间九点钟来看到今天重大的交通意外 太诡异的车祸了 事情发生到今天早上九点多 国道三号南下路段 宁宏在一段画面可以看到这是一辆小货车 它撞上前面的沙石车的屁股之后 整台小货车的车头就卡在人家的后方 而且行影不离 离奇的是车辆都还在行驶 沙石车驾驶完全没有感觉它被撞到了 一路的是黏到了树林的地棒站 这才车才分开 整整拖行长达一公里 路上讨论的非常热烈的还有这起争议 拒绝九策冲撞远警 人还逃逸了 竟然获判无罪 先别急着下定论 我们要了解整个来龙去脉 这是去年12月一名彭信男子 他拒检加速逃逸 整个过程当中 他是蓄意的冲撞远警 并不是因为他不小心碰撞 然后害人受伤 所以整起事件根本不符合 造逃这件事情 所以呢在造势逃逸罪的部分 当然就获判无罪啦 不过他拒绝九策 甚至呢还害远警受伤 这部分都依照妨害公务罪 还有伤害罪 必须要判处彭信男子 有期徒刑六个月 最近共军频频频扰台 也让台湾人心惊惊 所以吴一农就主张 现在除了全民皆兵之外 也应该在家当兵 他呼吁民众在社区 就应该要组成国土防卫部队 没想到他这样的说法 就让退博会主委冯士宽 非常不以为然 甚至他还脱口说出 说吴一农是渣男 好还说呢不要理他 怎么会这样讲话呢 吴一农在得知自己 被说是渣男之后 他就录影片强调 他说你应该要就事论事吧 眼看整起事件闹大起的争议了 冯士宽在今天改口 他说他是充满智慧的年轻人 吴一农到这边 就去的冰写冰箭 谁只说这样的 吴一农就是那个 那是渣男啊 不要亲他的 冯士宽一句渣男 狠狠骂在吴一农身上 要全民国防 离开这个主题都是错误的 我不听他的主题都是错误的 就是说跟女士在一起 我不听他的主题 我都不理他 你为什么全民国防 我为什么觉得他主题是错误的 我是对的 对不对啊 冰梢也让吴一农 季之前说国军作秀之后 再度与军方结下梁子 东西王伟神 张鲸康 罗翁哲 在台北报道 好 那我们就来认真探讨一下 全民皆兵到底可不可行呢 现在引爆网路正反方的论战嘛 毕竟吴一农抛出了 在家当兵这个想法 是要让民众不分性别 不分年龄 能够在自家社区 进行军事训练 也有人好奇啊 好 如果真的要磨练作战技能好了 就可能会使用到军备 甚至是实弹射击吧 那么这些枪械又该放在哪 难不成放在自家吗 好 现在脱衣将领就纷纷担心 这很有可能被黑道利用吧 我们进攻登陆以后 即使我们有同样程度水准的轻装部队 对这样子重装登陆的单位来说 是没有足够的可处力的 专家分析因为国土环境不同 我国未必适合全民皆兵 如果训练不足 可能还有反效果 就像美军在2004到08年 在伊拉克四年中间 各种攻击状况 大概折损五千多人 可是在攻击当中 间接被杀害的伊拉克平民 高达八万多人 在家当兵引起热议 如何更加贴近实况 才有办法获得更多人支持论述 多谢我皇后者周世平台北报道 好 吴义农会抛出这样的议题 的确是在于现在的台海情势 太诡诀了 毕竟两岸领导人竟然还在同一天 视察彼此的军队 我们先来看到蔡总统 他去视察是乐山雷达战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同在同一天去视察 潮州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 感觉好像随时在做好准备吗 那么最近根据中电科公布的最新 这是中共自杀无人机 他们是利用48连装发射机密集的发射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进行精确的打击 那么根据陆媒报道 说这个无人机现在可以同时发射 至少200架形成庞大的风群 听起来太可怕了 当然美国不是省用的敏感时刻 美国也让他们的超高音速飞弹性能曝光 他们说现在的误杀子已经缩小到6英寸 看来是非常准确的 他们要作为五角大厦的进攻型武器 美军现在不断强化他们地面发射能力 大秀军事肌肉 就是为了不要让任何国家 当然包含中国 有机会爬到美国头上 美国是绝对不能落于人后的 毕竟美国选举在即 可是现在民调可是人家拜登胜利 川普有可能真的会输吗 我们来看到川普总统现在力挽狂来 他大打的就是反中牌了 他说呢 他告诉全美 如果你拜登赢了 就代表中国赢了 他强调整个病毒就是来自于中国 借此转移民众对于疫情严重的注意力 那么由于其实川普的造势大会 其实多半的选民是没有戴口罩 当然也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 最近反川普的民众就特别写上说 川普的造势大会 我们稍后来看 他们说根本是病毒的传播大会 开始两个人现在打网路战打得之凶了 毕竟现在拜登是领先川普将近10个民调的百分点 那么双方阵营于是 当然就把战场转向了哪里呢 脸书啦 Twitter啦 Instagram啦 我们来不断地拉抬他们的网路声量 好 就以这个拜登阵营来说好了 因为刚刚结束的副总统辩论会 大家印象的就是彭斯他引法上的一个苍蝇 所以拜登就趁势推出了诚实苍蝇拍 用这样的幽默方式还卖出了三万多份啊 这种有趣的社群应用 人家川普当然也懂 他大方的推出他的官方APP 要供铁粉 大手笔甚至在Google花了至少新台币50亿的广告费 就是要看最后谁能胜出 疫情 所以有很多的美国选民干脆选择用通讯投票 也就是说呢 他们是透过寄邮件的方式 好 但是现在加州各地却有民众发现 有很多违法私设的机票箱 担心这根本会影响选举的公平性吧 因为这根本是假的 我们东森美洲台的记者要带观众来直及 究竟真正官方的机票箱长什么样子 有没有可能影响到美国大选 真的混乱 当然延烧到娱乐圈 南韩天团的防弹少年团BTS 卷进国际的政治风暴 他们之前就谈到了韩战的历史嘛 就被曲解成入华 所以中国官媒的总编所重话 他希望南韩的网民自重 现在中国的网友还扬言要抵制BTS 怎么抵制法呢 包含在淘宝还有三星旗舰店 撤下有关于BTS所有代言的商品 包含官网也要移除相关资讯 但很显然其实BTS太强了 根本没有受到影响 你知道他们经济公司今天挂牌首日股价狂飙 他们一开盘就已经突破市值冲上11兆韩币了 那么美国国务院更是发文啊 力挺说这个音乐应该要将全世界连结起来 看来他们力挺到底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所谓的政治争议 到底还要怎么延烧下去 有没有发现到今年都没有台风侵袭台湾 这或许是好现象 但是您知道地球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罕见环境的改变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 我们先来看到国内方面 也由于台湾56年来首度没有台风侵袭 导致于各大水库现在严重的缺水 以苗栗的明德水库来说已经亮起黄灯了 等个蓄水量还有蓄水率只剩下21% 估计整个用水量也只剩下19天 苗栗现在没有办法 县府干脆启用夜间的减压供水 我们来看看农民会不会受到严重影响 好 台风不来是一个警讯 而全球的现在各地的自然美景也正在慢慢的消失 我们来看到或许未来是看不到澳洲著名的大宝礁了 因为现在海水的温度不断的升高 已经出现大量珊瑚白化死亡的现象 而且范围是急剧的扩增 我们就来看到其实大宝礁在去年25年当中 已经有超过一半的珊瑚死亡 而且很难复原 专家预估要富裕至少要多达10年的时间 这也间接影响到5亿的人口 我们来看看其实生态的浩劫 其实间接更是冲击人类的家庭环境 这个消息淘宝台湾宣布要退出台湾了 从今天11点开始要关闭平台下单 百名员工即将失业 好 另外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又在推特上出狂言了 为了迎战对手 他们的车款要开始连两天降价 换算下一台特斯拉200万台币有找 好 另外现在新台币走势黄申 央行总裁杨金龙认为 半年到一年之间台币28元兑美元是常态 是否会打房呢 休息一下持续锁定 东森黄金89点 甚至因素吗 淘宝台湾宣布要退出台湾了 今天发布突然间的声明要正式停止在台湾的盈域 而且从11点就开销关闭平台的下单 会尽快履行剩下的订单 不过算算至少会有超过100名的员工即将失业 洗脑广告还强打免运费 淘宝台湾是不少人喜爱的网购平台 但是现在消费者已经无法尽请淘宝了 经营淘宝台湾的英商贺雷达就在这栋大楼的19楼 他们15号吴日锦的发出声明表示要关闭平台 并且在年底结束营运 消费话题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科他又出狂言了 这次宣布为了迎战对手 就是新的电动车厂叫Lucid 他们的车款要开始一连两天降价 换算市场下来在美国买一台特斯拉台币 200万有找 你看到这则外电画面 你可能会觉得太不可置信了 日本路尔导师在5号晚上拍到疑似幽浮 飞过空中的画面 当地的摄影机也拍到了一个不明的飞行物 而且迅速的飞越阴导火山的上空 背后还有大量不断的跟着向边略的穿越空中 画面曝光让不少人感到相当压抑 虽然他还吃火锅了 现在阿里巴巴旗下的品牌也选择要进军火锅 而且是在 海底捞抢食火锅业大饼 他们结合旗下的生鲜产品 新台币最近狂声 外界都在关注28元能否成为常态呢 今天洋行总裁杨兴隆说话了 他说半年到一年之间都有可能是维持这样子的水平 好 另外现在房市升温是否会启动打房呢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您看见全世界 我们来看到这是日本公司研发的细胶玻璃杯 外表跟玻璃杯一模一样 令人惊讶的是它是怎么摔都摔不破 小小一个要价4500块日币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网友 是愿愿意识要买回家试用 好 另外来看到印度的街道一片汪洋 就是因为南部受到暴雨袭击 现在多栋房屋倒塌 20多人丧生了 那么包含印度在内 其实南亚各国 现在各地都是数百万人 无家可归 好 另外来看到这只老虎 不是一般的老虎 是只剩几百头的西伯利亚慈虎 摄影师花了十个月的时间 才拍下了这张照片 那么这张照片也获得了 今年野生动物的摄影师大赛首奖 好 再来看到杰克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激增到六万一千人确诊 杰克总理下令 14号开始 所有的酒吧还有餐厅跟俱乐部 必须通通关闭 并且在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喝酒 再来看到这是欧洲联赛火热开打 但是呢 有没有看到空位很多 受到疫情影响 包含像是葡萄牙里面的体育场 只能够允许五千名的观众入场观赛 您可以看到每一位球迷也是纷纷乖乖的 戴上口罩维持社交距离 就怕疫情有蔓延的可能性 英勇航空有一架军包机 今天从高雄飞往东沙达途中 罕见的遭到香港拒绝进入飞航情报区 要求返回台湾 这是第一次军包机被遣返的情况 看来说返航都是天候因素居多 香港区关口中的危险活动是什么 在两岸敏感时刻难免引起揣测 东沉新闻综合报道